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寄粮的时候 也遇到了几乎这样的人家 这可怎么办呢 要是再寄不到粮的话 山上的红军就该饿死了 是啊 得赶紧想个办法 对 老婆 咱们再去看看 再去找找 玉妹呀 秀 秀尹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粮食来的 可是我也有难处啊 白大娘 我知道您有难处 两个儿子跟着大部队走了 就剩下您一个人带着小孙子 生活确实是不容易 可是这一次 山上的红军 确实是遇到困难了 他们饿得连枪都扛不起来了 还怎么造子弹呀 这没有子弹 咱拿什么打白狗子呀 这些道理我都懂 我把粮食给了你 万一生命一查下来 我的老命丢了没关系 可是我的小孙子 就没人管了 大娘 你放心 这回咱们送粮食 是秘密的行动 孙炳一不会知道的 再说了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有多少给多少 大娘 大娘 这山上的红军 就跟你们家的大壮二壮一样 都是娘生娘养的 你说这儿子现在遇到困难了 娘不疼他们 谁疼他们呀 谁疼他们呀 好吧 还是你会说啊 你刚才说的可好了 我都感动了 你看这白大娘立刻就把粮食给咱了 不是我会说 是咱老百姓绝误告 他们心里装着咱部队呢 老百姓知道 红军啊 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 红军跟咱老百姓是一条心 红军 红军 山上还有几户人家 我去看看 这些粮食 你先拿回去 行 索完粮食 在山里等我 行 我走了 老百姓当心 你也小心啊 来 咱们 没了 啊 就这么多了 哎呀 要早知道 应该吞点盐 老马 你别发愁了 我呀 给你想了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咱呀 用这些银元 全都买了耶 太好了 哎 这些钱是我留着给你买手镯的 手镯那戴不戴的都行啊 我呀 总觉得咱这些钱 能派上更重要的用场 红军 你看这么多年 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 却从来没有 没有过怨言 我真的 老觉得对不住 老马 别这么说 我心甘情愿的 我呀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就满足了 别说这么多了 快去买烟吧 好 快去 快去吧 你 快去吧 嘛 那是 吧 你 走 你 走 去吧 大哥 玉玫 你是不是要上上来了 挖冬水 我到家里去找你们 你们不在家我就到这儿来了 什么事玉玫 二白 大哥 和大部队走的家里人 有消息了吗 我家王杰也没消息 听说 这白狗子发疯一样的追红军 咱们大部队为了保存实力 已经车到安全的地方了 大伯 前两天 镇上的孙炳一 把山上兵工厂的红军的粮食给结了 我来 就是想找你们商量一下 能不能想想办法 给他们呀 据点粮食 能不能帮着红军渡过这个难关 我家还有一点余粮 回头都给你拿来 今年的收成不好 家里粮食虽然没有 地瓜缸 我还是有一些 地瓜缸也行啊 那我代表山上的红军 谢谢你们了 不用谢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行 打败 后山还有三户人家 我得去跟他们说一说粮食的事情 行行 一会儿我回来取粮食 好好好 行行 您把手啊 行 好好 好 走好了 好 忙吧 再见 二嘎 这是怎么了 你问她 二嘎媳妇 吵架了 小燕 我也不瞒你说 昨天晚上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就跟她说了 要拿点粮食 给山上送去 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 说害怕孙炳一 我生气 要是人人都害怕了孙炳一 那真就让她孙炳一在白水镇得了事 您说是不是这个脸 那你也不能背着我 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送出去啊 咱家两口子 还就靠这点粮食呢 说不定哪天被孙炳一查出来 咱俩命都保不住 今天我是恶人做到底了 你要送粮食 我就回娘家 二嘎媳妇 你也别生气啊 这二嘎说的对 这要是人人都害怕孙炳一 那咱们就得受欺负呀 你知道吗 咱们给山上的同志们送粮食 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吃饱了 好早点把白狗子打走了 咱们老百姓 这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你说是不是啊 你知道不知道 那玉莓 连他们家的种子粮 都给山上的同志们送去了 把种子粮都送去了 是啊 这 这种资粮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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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在看什么呀 人 人 妈妈在认字呢 我也要学认字 快睡吧 明天再说 不 我也要学认字 好吧好吧 今天啊 那我先教你三个字 教完三个字你就睡觉 教你什么字 这个念 一 一 一头牛 一只鸡 都是这个一 知道没 嗯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人 你看他像不像一个人 把腿分开了 站在那儿 讲究腿 拿他的胳膊吗 胳膊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得问向真阿姨 小真阿姨 对了 你看这个字啊 这个字念 小 大小的小 小 对 小妞的小就是这个小 你的名字 小妞的小 记住没有 嗯 记住了 好 这个字是什么 我刚教你的一只鸡 对 那这个呢 站在这儿的是什么 人 嗯 还有这个 你的名字 小 嗯 还有这草莓啊 对了 小妞的妞应该也在这里的 怎么不见了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 妞 小妞的妞 小 小 妞 我心里有 小妞的妞 小妞的妞 你也在这儿是什么 小妞的妞 不见了 小妞的妞 你也在这儿是什么 小妞的妞 小妞 我就是 小妞的妞 你 哥 你 姨妹啊 乡亲们都来了 谢谢啊 谢谢 你干杯的 谢谢啊 你干杯 你干杯 谢谢啊 你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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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我来 我来 你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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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啊 大姐 你也来挖猪笋啊 啊 咱们这靠山七山 可不就靠这点东西充饥了 你这咱也没粮食了 咱们就为了革命 革命得把粮食省下来 给山上的同事们补却 你跟玉妹把口粮都省下 支援红军了是吧 哎 哎 哎 秀英啊 他们红军也好 白军也好 打打杀杀来来去去 那是他们的事 咱们管不着 咱就是普通老百姓 把日子过好了 比杀都强 二姐 你说呀都像你这么想 那谁支持红军啊 没人支持红军了 这白狗子就打不走 咱们怎么过上好日子 谁不想过好日子 可咱是富导人家 咱没那个本事 秀英啊 你跟玉妹可都要当心点啊 别惹祸上身 二姐 跟你说你就是胆子太小了 就你这样 胆子越小 敌人就越欺负你 不把白狗子咋走了 咱们根本就过不上好日子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呢 就你不明白 你说说 你和玉妹这也是姐姐俩 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我都是为你好 你咋不明白呢 真是的 我呀不跟你说了 这说话多了我还饿得快呢 没发着 把我都给你 不要不要你自己拿 你拿着拿着 不要 我都挖了 那你没了 我在那边挖去 把你倒心点啊 嗯 妈我饿 马上就好啊 走 走 走 小妞 快 把她吃了啊 快 妈妈 我不想吃南瓜 我想吃米 小妞 你看这南瓜多香啊 快吃 妈妈今天还有事顾不上呢 来 来 妈妈我真不想吃南瓜 我 小妞乖 去把南瓜吃了 马上妈妈给你蒸红薯 你不是最喜欢吃红薯吗 我不想吃南瓜 也不想吃红薯 那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米 哎 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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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拖出来 拖 谁让你偷吃的啊 谁让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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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吃 这干啥呀这是 把手上的够放下来 放放放 干啥呀你 打清早的就打孩子 你干啥呀你 闲得慌呀你 山上的红薯都快饿死了 他在这还跳吃跳喝的 他一个孩子家他懂啥 再说了 你一个孩子熬口周围怎么了 你送粮给山上的同志 你不差孩子这口啊 二姐 每家每户都像你这么想 那山上的同志 得少吃多少粮食呢 好好我说不过你 来 一会儿上一家 二姨给你米吃啊 来 二姐 你把粮食准备好 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拿啊 你听见没有啊 哎呀知道了 我就给小妞和土生留一口 行了吧 其他都给你拿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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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文字幕提供 我去了啊 慢点啊 您 您请 请进 我不进来了 请坐 请坐 哎 桂云 赶紧去茶 别急着去茶 你们家有没有 什么 火罐 您有 把火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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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您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浑身疼 你这寒气还真是大啊 按理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得伤寒呢 行吗 行 再来点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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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红了吗 嗯 寒气挺重的 真是不知道我姨妈跟公六甲那个臭道是 啊 搞什么呢 那个老甲鱼告诉我姨妈 说我在村口杀了给你洪水 就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哎呀 让我半夜 去村口取点土回来 哎呦 哎呦 劲儿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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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心想着 我断天路是谁啊 我怕这个 难道最后 我还是宁不过我姨妈 去就去了吧 啊 谁知道 去完以后她就这样 哎 好 寒气都逼出来了 哎呀 舒服多了吧 舒服多了吧 好好 哎 您慢走啊 报告 说 哎呀不 马掌柜是自己人 说 嗯 团统让我转告给您 有人报告说 这几天有些乡民 在夜里活动频繁 让你加不加派一辈的 远房死守嘛 行了我知道 你下去吧 你给团团说 我这就去吧 哦 哎呀 严房死守 严房死守 你不是耽误喝酒吗 是是是 有这功夫 你给我冰我直 直接打上去了 是是是 哎 您这身体啊 还得好好调养一下 现在天寒 得多穿点 啊 是是是 过几天啊 我去看望您 那行 那就麻烦您了 好 您慢走 老马我走了啊 好好好 谢谢啊今天 好好好 跪人 哎 走了呀 这样 我现在得去趟玉梅家 跟九叔他们商量对策 你在家里把门锁好等我回来 好 我这就去 马掌柜 粮食就这么多了 我知道 老百姓都是尽力了 嗯 今年的收成啊 本来就不好 能收上这么多 已经很不错了 加上盐跟咸菜 我想啊 够山上同志们吃一阵子 嗯 眼看这就一个月了 山下的火药啊 它根本就运不上来 咱们连一份子弹都没法走 火药就是运上来也没辙呀 咱们几台机器 都被白狗子抢走 目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 大伙啊 都快饿矿了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严重 国民党反动派 正在向我们逼近 现在上级领导 已经估计到我们了 孙炳一 他这次封山 不仅切断了我们与前线的通道 同时也切断了 我们与山下的联系啊 嗯 我跟二奎 下山失了几次都被堵回来了 是啊 这次白狗子封山呀 封得实在是太严了 现在我在想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粮食问题 没有粮食 我们的生存都有问题啊 嗯 是啊 前一阵子 每人每天还有半斤粮食 现在 已经减少到二粮了 再过几天 连这二粮都保不住了 诶 那东西的粮食 什么时候能运来呀 东西 东西 我看是吃往不上了 这事儿 还得靠我们自己 阿奎说得对 粮食的问题 我们只有自己解决 可是自己怎么解决呢 山下的道路 堵住了 山下也没撞见 这样 下山找老马 现在 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找他们了 对 那好 我再去试试 看能不能下山 行 那儿 霜 老马 二魁 魁人 你在这儿看一下 来 这个 来 慢慢吃 看来呀 山上的同志很长时间没有东西吃了 是啊 我这次下来就是为了这个事 老马 你们得想想办法 你这样 你先慢慢吃 我进趟村子跟他们商量一下 实在不行 我们连夜把粮子送上去 你就在这儿等我 慢慢吃 没事吧 没什么情况 我放心吧 那你们能叫多少乡亲们帮忙 身强力壮的也就五六个吧 再加上我们俩 应该差不多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上山的路我都设卡了 我们从哪儿走呢 秀莹 你爹不是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上山吗 哦 对对对 马掌柜 我爹说就是在那个河边有一片竹林 那竹林当中有一条小路 可以直接通到山上 而且也不会被白狗子发现了 对啊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那这样 今天晚上就让乡亲们备粮 咱们明天晚上行动 明天晚上就送吧 对 好 那我和秀莹 马上通知洪水 好 但是呢 这个粮食啊 每个人不能备的太多 因为我们要走夜路 非常危险 还有加快速度 所以呢 让大家背少一点 明白 哎 秀莹 嗯 你爹怎么样 哎呀 我爹还是有点儿虚弱 这要背粮食恐怕不太行 那就 让他散步 散步 嗯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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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都会 认知你 长官说了 今天晚上 可 可能会有情况 把眼睛都 都给我瞪大点 知道了 知道 秀莹 嗯 你爹怎么还不出现呢 就是啊 说好的这会儿 我会走的 别着急 再等等 哎 来了 哎 来了 来了 没什么事儿 谁 谁啊 在我屋里开枪了啊 哎呀 长官啊 不要开枪 枪也别开枪啊 我是孟九公啊 哎 长官啊 我是上午出去的 我按的手印啊 是十五号 不信 查一查 走 查下去 看看 是不是一样 那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呢 哎呀 我想进山抓一只野鸡 还真让我胖见了 我追啊 追 捅 我掉沟里去了 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 哎呦 摔得我的腿似 行了 行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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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长官 长官 你看我抓到好东西了 什么好东西啊 哎呀 哎呀 哎 长官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这就是泡酒 能去看 拿远点 拿走 赶紧拿走 真不要啊 嗯 你爹可真行 快把那白狗子给吓他 我爹老猎猎了 那蛇在他眼里 就跟蚯蚓似的 哎 他说话不看 肯定是庄长的 我跟你说 我爹呀 一进山那就跟小伙子似的 上村下调的 年轻的好多岁的 哎 我说你们俩别说话了 这儿有没有白狗子 就是啊 你哪知道有没有啊 万一让白狗子听见了 我跟你们说啊 晚上说话生命传得远 你们记住 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惕 赶紧赶路吧 好 来 快走 来 老赵 嗯 我们都来这儿这么半天了 他们咋还不来呀 从山下到这儿 怎么累得两三个小时 再说了 扛着那么多粮食 还要躲着白狗子 能快得了吗 白狗子 但愿他们别碰上白狗子呀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老赵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建议他们 站住 老马说好的 就要我们在这儿等 咱们就千万别动 再等点 那好吧 哎 老赵 也不是咱们今天能送来多少粮食 咱们来了这么些人 多了点吧 二葵啊 咱们要相信老马 我呀 还怕带来人不够呢 但愿吧 但愿吧 这山上呀都快断顿了 就指着今天晚上了 不着急 你应该快到了 快 他们来了 来了 发展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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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算来了 还有你们出什么事呢 我们店 哎呦 哎呦 山路不好走 嗯啊 赶紧拿上 一大救星 就是三天三夜我们得等啊 是啊 哎包展会 这回粮食要多少 大概有三百多斤 够你们吃一段时间的 是啊 能吃上半个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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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 哎 你弄了 快拿着 没事先别剪了 赶紧拿上赶紧走 行行行 来来来 来来 谢谢你们高展会 别谢我啊 这都是乡亲们的口粮 要谢也得谢乡亲们 好 谢谢乡亲们 你们的粮食 我们是不会白吃的 好 都打开给我更小心啊 好 对 赶紧走啊 你们小心啊 哎 我们也赶紧走吧 别剪了啊 赶紧回 好 快走 开长 上车 这 哎 这是有人在偷 偷运粮食啊 说不定是 是鸿匪 顺着迷 给我找 是 是 快点 是 什么人 站住 追 快走 快 先等等 不行 我们这么多人 很容易被别人发现了 玉梅 你这样 你和秀英啊 走这边 大家伙 你们从山上绕过去 好 那你 我来掩护你了 我露手 还是我来吧 这些命令 赶紧走 快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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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 这是能找到住的地方 这找到可惜玩了 台长 装成诺鬼 别怕 有我的 走 把坛之内闲人碾路 来者何人呢 工法师 鱼排长 刚才还跑 跑进来了两个人 你看见了吗 没有 没有 工法师 这如果 让 让我给搜出来了 你可要吃不了 都兜着走 鱼排长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慢 房间 有人 有人 是叶老夫人和他的丫鬟 这么巧 我们要 要找的就是两个人 你 你这房间里 就 就藏着两个人 我 怎么没有听说老太太 今天要到这里 今日丑时 紫薇界内妖心泛镜 交汇之时必有灵气散出 我让老太太在这里摄谈打坐 要将其精华吸入体内 是 是不是老太太 进去 看了就知道 慢 你就不怕 你就不怕冲撞老太太 担待不起吗 是 你怕 担待不起 怕是这 被屋里藏的 不是老太太 是 红匪吧 那先报告一下 段长官 你 你少拿段长官压我 我在执行公务 别我闪开 给我冲进去 冲啊 别动 别闪我 老老太太 老太太 误会 还不快走 老夫人 你怎么了老夫人 快醒醒 老夫人快醒醒 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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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吓死我了,那鱼排帐干嘛要上我呀 撞鬼 撞鬼 撞鬼了 撞鬼了 哎呀,所以紫薇界那妖心犯境,您命中正好有此一劫,刚才渔班长是山鬼上身,冲撞了您的跪体,好在吉人自有天相,逢凶化吉,现在已经没事了 哦,那要于道长保佑,我就放心了,道长保佑我 某事已到,灵气正盛,赶快入定,天人合一 二位施主可以出来了 二位施主可以出来了 工作长,真是太谢谢你了 教室,幸亏有您,谢谢啊 妖气散尽,外面已经安全了,二位可以走了 道长,你不会有事吧 继续 played 艺术 对 从此 熟度 熟 哇 表明 caut 吸 爱有泪梦在善良 黑夜里找到光芒 谁在唱歌声有扬 夜半三更盘天亮 抬头望满天星光 照在前行的路上 黑夜里有泪梦在善良 迎着扑来的锋芒 我的痛我的伤 我的头路和胸膛 黎明前燃烧希望 那是火焰火焰的苏香 热的水像花一样 为了自由而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